是我们去韩国旅行的时候 我们就带着一个两岁跟四个月的孩子 所以我们不能像平常这样去一些普通的旅游圣地 因为带着孩子是会很累的 我们就是像韩国有一个庆祝餐厅 食物也很好吃 孩子又可以在那边 我很放心他们在那边玩 并城的妈妈也是会需要这样的地方 所以我就创立了婆婆 本身F&B跟酒乐场其实它是两个单独的个体的业务 如果我们要把它融入为一体的话 就是代表说有double的挑战 但是我们是会抱着一个一直去学习 一直去 overcome挑战的态度来去维持我们的业务 我的爸爸妈妈 我孩子的时间我都错过了很多 其实我们的生意可以带给客户什么的价值 我们真正卖的是时间 很宝贵的跟亲子相处的时间 或者跟朋友聚会的时间 甚至带你的父母来这边聚会的时间 我觉得这些年我错过的太多 令我太感触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意 如果可以卖到这个时间给我们的客户的话 是有很好的一个价值 你爱爸爸妈妈吗? 爱 我爱我爸爸妈妈很喜欢 我爱爸爸妈妈 你爱我 你爱我爸爸妈妈带我来客户 嗯 哥哥很好玩 我们要懂蒋子去跟孩子沟通 我们要懂孩子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蒋子是最能够跟他互动的 还需要可能照顾到他们的一些心灵啊 不管是户外还是室内 就是一定要带他去活动活动 就比较好对他们来讲 要让父母给他的时间陪伴 就是他心目中所能够最理解的爱 我们希望在更多的地方可以成立哥哥 然后让更多更多的家庭去体验到 我们哥哥所带来的价值 这个是我们的期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